北京欲摸川普底牌,无路路学者,预测,中共能撑多久李克强这态度,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两天,其实北京早就已经按捺不住,急着向华尔街高管门打听美国总统川普的底牌,但结果却不尽人意日前,又有大陆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社会,将受到全面冲击。 因此学者评估8月底前,若未出现立于中共的局面,其很可能做出大规模让步。 再者正在保加利亚出席政府首脑会议的中共总理李克强重申贸战损人害己,北京打听不到川普底牌。 据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的7日报道,北京当局,近期正加紧寻找华尔街大佬们,企业与政界人士打探川普对华贸易动向,包括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ven Day,Schwartzman Morgan大通,Jip Morgan Chase, 行政总裁带盟Jimmy Demon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ank Poulsen,等报道引述与这些企业高管及前政府官员熟悉的人士的话说, 北京试图打探总统川普底牌,但成效有限,甚至令人挫败。 因为川普的行动总是难以预期此外,一位熟悉内情的华尔街高阶主管还透露,中共知道他们最终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早在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中,华盛顿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求中共改变经济结构。 6月3日,中美第三次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双方没有发布联合声明,白宫,到4日才发声明只会谈聚焦,中方对美地农产品及能源采购,美方并向中方转达了总统川普的明确目标, 及要求北京改变经济结构,实现两国贸易关系公平化。 实际上6月2日,美国财长穆努钦,在加拿大七国集团财经会议上已经表示,美国除了要求北京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以外,还希望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使美国的企业能够公平竞争,这样,就能够解决中美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对此,有分析认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其经济结构,出现大幅改变,因为这是中共政权的属性。 陆学者8月底前或大规模让步,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陈波, 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中美第一波贸易战中,中国的航空航天科技, 信息技术,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材等产业,被列在美方关税制裁清单目前,很难去谈个别行业所受到的冲击,但只要是与制裁清单有关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陈波指出,美方目前只量出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进行关税制裁对中共而言,或许上属可控范围,但后续的160亿美元商品, 以及还可能会出现的2000亿美元规模的关税制裁,这对大陆市场带来的强大压力与后续影响,将超越此次关税制裁中, 中共所面临的经济损失陈波,还指出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发展,主要决定于两方面因素, 一个是7月中旬,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高峰会,另一个则是正在进行的。 美国2018中期选举他解释说,如果欧盟拒绝和中共一同反制美国且中共的报复性关税反制, 对共和党票汤不构成威胁,那么中共将可能大规模地接受美国提出的经贸要求。 陈波分析评估最晚在8月底前,就可看到下一步进展。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分析,此前欧盟已经表态不会和中共一起对抗美国。 欧盟对中共的贸易不公平做法和美国的看法相同,如今陈波的说法显示, 中共还是没有死心,要在7月中旬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高峰会再做一搏。 李克强只冒战损人害己,据自由亚洲电台7日报道,正在保加利亚出席政府首脑会议的中共总理李克强表示, 贸易战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亦不会有赢家受损的不仅是双方的企业, 还将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最终只会损人害己,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